在現今社會當中,人們的生活節奏急速 時間已經成為最寶貴的事情 如果你要在一年內付出350小時作為義工服務 你願不願意呢? 在九龍城,有一位熱心的義工家長 毫不論識地將自己的時間 在短短的兩年間為學校做超過700小時的義工 智力美化校園 這位先生就是黃文昇先生 他本身從事電影行業 亦對圓藝有深厚的興趣 因此,在他離開電影行業之後 他就開始擔任義工家長 教學生圓藝,美化校園 改求增加學生對校園的歸屬感 你主要的工作 我現在主要的工作是 在學校園工作 幫媽媽工作 平時在學校做義工 教學生種化 那樣 你對植物也有興趣 因為… 因為我從小就喜歡… 那時候我沒有養蠶蟲 養蠶蟲賣的索尿很貴 我想我自己可以種一棵索樹 自己自給自足 由我開始就喜歡種植物 後來家裡還買花園的植物 那就更加熟了 好… 那… 我想問一下 為何你會幫爸爸在這裡看店 因為… 都差不多… 已經以前做電視 甚麼都做過 編劇那些 現在的工作只不過就是… 沒有不辛苦 或者是看不好休息 還有將… 有多餘的時間 去… 教育學生的常識 但是… 為何可以編劇 這個好像比較好的工作 你不繼續做 你問得非常之好 其實呢 編劇都挺辛苦的 尤其是我當年呢 在1981年的日報室電視做編劇呢 那當然呢 就是… 搜集資料啦 我將… 那麼… 那麼… 寫劇本啦 那… 跟著跟外隊拍攝啦 那… 跟著呢就是… 呃… 接著呢就是… 接著呢就是… 呃… 接著呢就是… 呃… 但是… 呃… 你… 有些甚麼困難 是不是有些困難所以才… 不是呀 不是有些困難 因為… 所謂你要吸收常識 然後你寫回一些… 那些資料來 所以我們… 屬於或者資料搜集 那你… 那你… 當然你要做… 要吸收常識才輸出… 你的… 搜查出來的 那都很辛苦的 不然我… 在… 做了六年編劇之後呢 就休息一休息了 轉別樣東西走 呃… 我見過你好像是… 有原藝工作啦 是啊 原藝工作就是… 教其他學校 呃… 因為我是… 很樂於… 幫人的 因為我覺得那些學生呢 其實好像我的子女一樣的 那變成呢 就是很希望那些學生 或者那些學生 都學到科外部的常識 而要將自己學的東西 去教學生 而覺得… 我覺得很樂… 很有樂趣 而且那些學生跟我呢 而有修成啊 也都… 那些學生都很開心的 呃… 你喜歡幫人 那些小學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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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認識到日報訪問的 呃… 呃… 教學生呢 樂於教學生 學生 學生很…很開心的 比如我教了之後 他… 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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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